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第二天 俄羅斯駐中國大使館就在微博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而貼文的內容疑似是向港區國安法抽水 到底他們是說了些甚麼 他們就說 今天是弗拉迪玉斯托克 即是中國稱之為海森威的地方 建成160周年紀念日 弗拉迪玉斯托克的歷史始於1860年 當時的俄羅斯人在這處建立了一個軍事港口 稱之為弗拉迪玉斯托克 意思是統治東方 到十九世紀末 弗拉迪玉斯托克已經發展成一個大型港口和工業城市 是俄羅斯海軍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基地 當然這條貼文一發表了以後 馬上就引起了廣泛中國網民 以及小粉紅的不滿 實情有很多大陸人 仍然是對海森威、百力等等的中國故土 是有非常之濃厚的情懷在這裏 當俄羅斯使館要介紹海森威的時候 你便介紹吧 誰不知你便去解釋到底這地方的俄語意思是甚麼 擺明就是充斥著非常深的帝國主義色彩 甚麼是統治東方 就是當時的哥薩克騎兵殺到下來的時候 搶走了清朝的領土 故此弗拉迪玉斯托克這個地名 不僅是承載著他本身俄語的意思 同時亦承載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以及清朝的屈辱歷史 在現代意義上來說 這個擺明就是侵略國家 以及分裂國家的行為 好了 我們又要解釋一下 到底俄羅斯為何可以永久搶走了 海森威、百力等等 而是不需要歸還的 我們要數到 在1858年的時候 這個地方才是正式讓給俄羅斯 在之前一直都是滿人聚居的地方 在1858年的清朝 到底是發生甚麼事呢 在南方有太平天國的起義 本身已經動搖到滿清統治的根基了 而在北邊就有英法第二次聯軍之役 搞到已經是兵臨城下 打到大沽口 好了 俄羅斯方面當然是看準時機 馬上乘虛而入 在黑龍江那裡拿著數 當時的沙俄王朝下 有一個叫做東西伯利亞總督 名叫做穆拉維約夫將軍 他率領著一大堆哥薩克槍騎兵 當時就叫做好打 對比起清朝的爛鬼軍隊 好了 出師一定要有名才行 這位穆拉維約夫將軍 以坐華房英之名 殺到黑龍江的愛輝城附近 一直在城外邊不斷開火 嚇到清朝下首將 就是黑龍江將軍翼山 鼻子都侮辱了 因為本身這傢伙不懂打仗 但是他就是清朝所依賴的武官 他以前在鴉片戰爭的時候 曾經接替過旗善去督司 不過這傢伙又不相信人 又說粵民皆漢奸 粵兵皆逆賊 所以他在福建一帶 就是籌集了一些部隊 去廣州住房 誰不知這傢伙又不懂練兵 但是又好大起功 這傢伙又瘋到怎樣 竟然向那些駐守 在白鵝潭水域的英軍 發動夜閘 當然最後就是輸到糟糕了 好了 一輸的時候 廣州城外邊 所有的炮台就是盡失 這傢伙就躲到廣州城裡 打了幾天 終於扯白旗投降 簽了一條叫做廣州和約 這傢伙就被人調走了 因為他們不懂打仗 好了 歐美輾轉就是派了去駐守黑龍江 既然這傢伙根本不懂打仗的時候 當然 他已經在之前輸過幾次了 他這一招就不容有失了 所以 當穆拉維約夫將軍殺到的時候 他馬上也走 他又不想打 因為他自己心底都知道 一打就肯定輸 那就不如索勝 趕快簽訂和約 打和就算了 事故 這位穆拉維約夫將軍 就在兩手的藍隻陪同底下 入到外輝城裡 和這位逆山 簽訂了外輝條約 這條條約是說什麼呢 實情就是要廢止中俄的離暴楚條約 對於兩國邊界的規定 並且就要將原先規定為中俄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 大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永久都要割讓給俄羅斯管轄 從此 清朝就喪失了對於日本海的出海口 這個地方對於俄羅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是一個所謂的不動港 就是長年即是四季都可以駐紮海軍 這條的外輝條約 就只是由黑龍江將軍奕山來代表簽署 原來沒有拿到咸豐皇帝的准許 這條條約回到清朝的時候 當然就不認帳了 你簽關人鬼事 於是整個清朝打算是不認帳抵賴的 但是到了兩年之後 英法聯軍差不多打完的時候 俄羅斯就出來了 又說我當年弄一堆哥薩克騎兵過來 就一心打算是坐華防英 你現在打贏了 那好吧 你要承認這個外輝條約 當時公親王易欣就求和心切 就想趕快搞定所有事情 於是北京條約就簽了三條 中英北京條約 就是同意要割讓九龍半島 即是界限皆以南給英國 中法北京條約就賠錢 兼且開放大連作為通商港口 中俄北京條約才是最討論的 根本上俄羅斯由頭到尾都是找清朝找中國糞 出力就最少 一邊就來搞屎棍 他當時簽這個中俄北京條約 最重要的條款是什麼呢? 就是叫清朝承認當年愛輝條約的東西 即是把這四十萬平方公里 割讓出去 法源其實就是來自中俄北京條約 好了 一直到後期 清朝覆亡的時候 中華民國成立了 西方列強當時搞了一批 但是當時已經變成了蘇聯 蘇聯說可以 廢除不平等條約 後來簽的全部都是廢除 唯獨是1860年所簽的中俄北京條約 他說這不是不平等條約 是沒有廢除到 而且就算後來那些什麼條約都好 凡是牽涉到領土問題 一律都是沒有兌現的 全部都是按照當時的條約簽約 所以為何俄羅斯可以有百力、海參威、富業島等 全部都是來自當時的不平等條約 但是由於他廢除的時候 他沒有兌現承諾 沒有歸還領土 故此就變成了現在是俄羅斯的固有領土 就是這樣來的 故此也很難怪大陸網民、小粉紅去起哄 俄羅斯使館在這個時刻出這條鐵文 究竟是裸警還是贈慶? 抽水還是落中國面?還是怎樣? 好了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就著俄羅斯使館的這條鐵文 他又有些說法開解一下大陸網民 我們又聽聽他的邏輯是怎樣 首先 海參威、百力等城市所在的土地 都是中國的故土 但是他們今天就已經是俄羅斯的領土 對於這個事實 我們中國人是需要接受的 無論我們對於那些故土有多少感情 中國作為國際法的維護者 都不能表達我們有意在未來收回 那片故土的任何官方意願 講完這些就講講俄羅斯使館 我就不知道他們最初發這條微博是計劃 衝擊一下中國互聯網上的人的恢復國討論 或是一個慶祝城市周年的無意之舉 但是無論如何效果都是不好的 中國人的故土情結 是不可能被俄羅斯使館的文宣衝淡得到 如果是想宣傳海參威、速進旅遊等等 這種做法只會是適得其反 不應該的 俄方尊重中國人對故土的記憶 中國人尊重早已形成的中俄領土現狀 這是中俄友好相處的應有態度 實際上 這麼多年 兩國官方和主流社會就是這樣做 我看完老虎這篇解釋以後 真的不禁有幾個邏輯上的疑問要提出 第一 到底中國人什麼時候應該尊重早已形成的領土現狀 什麼時候對於領土主權爭議又應該具力力爭 這件事實情當中有沒有一致的標準 或者態度可以畫出來 比如說在1842年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島 中國就說要收回 我覺得對的 沒問題 要捍衛中國的領土完整 好了 在明朝的時候 給了葡萄牙的澳門又說要收回 我也覺得做得對的 絕對沒問題 要捍衛中國的領土完整 不可分裂 好了 但在1860年的時候 割讓給俄羅斯的海參威 那為什麼收不回呢 我就比較愚鈍一些 蠢鈍一些 就不懂作答這些事情 反正我就覺得 不如你官方做個列表出來 有哪些中國的故土 你決定要尊重領土現狀的 有哪些具有主權爭議的地方 你認為是要具你力爭的 無論是合理與否 不如你列出來 好讓市民就不要誤墮發網 比如說當談及到一些 牽涉到中國的領土主權爭議的時候 到底是應該怎樣來討論呢 請問 比如說釣魚台的問題 喂 那麼討論的時候 到最後 是不是一定要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釣魚台的主權 一定要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呢 如果是的話 你要跟市民說才行 如果不是很容易誤墮發網 是不是 我就覺得 你一定要說清楚 所有事情最好就不要模糊 一模糊就很嚴重 對不對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